第二九题,以重量为2公斤重的物体,静置于光滑水平面上,持续施以大小不同的水平作用力F,如右图所示,有关物体运动状态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,我们这是一个光滑的水平面没有摩擦,所以我的施力的F就是唯一的外力,所以如果我的F不等于0,就表示我所施的外力的合力不是0。 那根据牛顿第二动定律,如果我有受到外力作用,就会严厉的方向产生一个加速度,所以东西就不可能保持静止,也不会做等速度运动,所以选项的A、C、Z都是错的,只有B说会做等加速度运动是对的。 因此第29题问我们说,有关物体运动状态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B,当F的大小为0.5公斤重时,物体做等加速度运动。